字幕提供 Hello 各位好 我叫高佬 这对车车我之前在台湾买过来用 千多元的价钱 我觉得真的有打中话 这条是Mexus R1 用开的感觉都可以 我很少银,放多一个银 放一下,它又拿出来一辆就OK 一直保持着,现在都在用近 最满意的弧度 戴车好像轻型了 很容易操控,一银就很容易上手 不用就着 干湿就OK 做了之后,很放心,你可以开油了 不要说缩下又比,缩下又比 大家好,我是阿楓 刚好就要换胎 朋友介绍 这一车是Mexus M6135 属于街胎 但比一般的街胎,我觉得胎质比较软 第一次银上去的感觉,觉得胎温很容易达到工作温度 咬地性是非常好 它落弯的感觉是很实在的 胎肚给到你的感觉 有个回馈给到你,是很有信心 还有左右的复合弯度 都是非常咬地的 落弯的感觉 就不会突然側车跌下去的感觉 是很顺畅给到你的反应 其实知道这个牌子很久了 我现在用的是干湿的 现在这条胎用了差不多两个月了 咬地非常好 运动性也很高 还有弯感也很好 很灵活 最重要的是,很有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挺满意 我也试过落雨的时候用过 过弯的时候 给到一个很好的安全感 稳定性是非常高的 不会觉得有些走动或不定的感觉 落弯的时候就是渐进式的 不会像平时落弯的时候 会有一种很急的感觉 所以安全性很高 Hi, my name is James 我改变了我的车子 我改变了 到的 Maxxis S98ST 在最初我当时是稳定的 在车子上 但现在,当我改变了这些车子 我会更加适量的车子 我可以更加适量的车子 我会更加适量的车子 我会更加适量的车子 它们很简单的车子 在一或两个车子上 你已经能感受到感觉 它一定会更舒服 尤其是在车子上 甚至在车子上 你能感受到车子的车子 更加适量的车子 我第一天跟车子上 它是很冷的 我经历了它 当它们开始从店银行 我还会更加适量的车子 我会更加适量的车子 我会很安全和肯定的车子 哈啰,我叫阿康 要到 Maxxis M6135 上山走过几转 玩了几十公里 其实效果是相当理想的 还有今次我是第一次开棉仰 刚刚拿车回来的时候 就觉得车的车子是给点力 要点力去转 但是换了这车子之后 就觉得 原来它可以很轻巧 好像渣爬山车 轻型车这么轻巧